听开心的旋律 心情会变得豁然开朗 听伤心的旋律 心情也会随之悲伤 音乐有着对人们影响极深的能量 而这种能量 如果能够正确地运用在医学治疗上 对人们的健康将有很大的帮助 事实上 在科学研究里 音乐医疗法其实已经得到了认证 举多科学家已证明 音乐与科学和医学 是可以合作无间的 在研究中发现 音乐与其他环境中的各种声音 有助于掩盖噪音 能让病人感觉心情愉悦 甚至可能加快痊愈的速度 如此神奇的音乐疗法 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 对人体健康又有怎样的帮助呢 没错 今天我们就要聊聊看 音乐怎么样治疗我们的身体 话说今天这位嘉宾来到现场 应该是要让我们轻松一点 可是我还是觉得他的分量太重了 然后因为有点压力 因为我有看这位教授的剪接 他剪接是有四张 好 吴老师您好 那老师这一次其实想应什么 哪一方的邀请可以再次 对对对 这一次来马来西亚 主要是马来西亚开放大学 开办了音乐医学 硕士 硕士课程 硕士课程我们通过 这个音乐医学这种研究 这些研究生 都已经 考试基金 基本上要毕业了 但是他们已经学到了 音乐医学处方 用音乐医学处方 像这样的音乐医学处方 这样的小博士 来帮助现金人 减少压力 减少失眠 披症 疼痛 然后这样讲到这一块我就有点内疚 为什么 因为我们那种所谓流行歌手 然后唱的歌好像都没有让人 减压 把他更压力 这个是 中国的国宝 然后他这个音箱 他的耳朵你要是加大 把音量加大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失眠 抑郁 晚上有时候夜起来的多 他都会给你改成 所以 这样子的声音 请问这声音的 这叫低频 你看很多音箱 误差率都在 倍分之二十 包括你们家庭的音箱 有些车上的音箱 它有这个斜波误差率 在倍分之二十和三 我们尽量 减少这种误差率 从我们的音箱出来以后 在科学上来证明 它超越 德国瑞士 包子 尽量 让人们听到 这耳朵没有污染的音乐 让你的身心灵 完全沉浸在 这个声波具有低频 你耳朵听不到 你细胞能听到 来修缮你的细胞 人 人这个是六十道细胞 都是波动的 如果人的细胞不波动 那僵尸 对吧 当每个人的脏腑里边 它都有规律的振动 心脏是五赫子 如果你超越五赫子 心脚痛 心脏过速 那就是心脏病了 血压就上来 通过这种低频呢 将你的血压 情绪 包括你这房间的 空间 共振 那这个 连亚原子 粒子 都得到和谐共振了 那你耳朵 听到了这个 清觉神经 听到最干净的音乐 它让你的神经元 受益 充电 所以老师其实像 很多年前 其实一些 比如说中国的风水 就是说 房间睡房 不要放那些电视机 这些电器的东西 这些都是有根据的 这个不是光 风水时 客家已经证明了 你的手机 电脑 你的 包括你的音箱 空调 包括你的冰箱 你晚上睡着睡着 声音 这个次声波 对人体的沙场是非常厉害 大家光知道空气污染 水的有露污染 还有食品污染 但是万万没想到 声音的污染 声音的污染 炸汤力更大 BBC电视台做了实验 有两个美女啊 主播 不是主播了 是两个美女 专门天天打电脑 来来来 简洁的嘛 换了这个头疼 失眠 最后 一检测 西方医学非常科技嘛 一检测 她的风血球 北血球 都是断裂的 最后 用音乐也好 用其他也好 三四天 将她的北血球 都变成圆的了 她的头疼 失眠 就没了 那就是心理作用 我听看想睡 马上就不想工作 你还没下班呢 这个不是心理作用 往往心理学说 音乐是心理作用 不是 它是物理 声波 它有单位 有声纳 用声纳的单位 它有声波 有力度 它的声纳的播缝 和它的频率 和它的音色 这都是物理单位 可以 撤出来 简直 所以刚才你想睡来 就是理了你的肝经 和胆经 以后呢 你这个 为人民服务嘛 你过多的 在这个影视界 创作那么好 来 成就来 你付出了很多 你的胆经 但是我们这个声量可以调低 那音响是说收音 对 不然我真的睡着了 还要睡着了 那老师想请问一下 其实我自己本身是有弹钢琴的 那弹钢琴 从小就觉得说 弹钢琴会一个 舒解压力的作用 对 那个跟这个相似的 有关系吗 什么相似的 小提琴钢琴我也做 因为我利用四十多种乐器 在美国给美国好莱坞 他录音棚 有美国奥斯卡钢琴师 约翰江 他给我伴奏 还有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很长的简介里面 其中一项 那个是 麦克杰克森的音乐策划师 马修尔 一个是 还有Beejibo的队长 你们知道那是 全世界比较 这个Rabbit 他用Sax 他们出过班 这一大方子 巴西鼓王 西班牙吉他王子 是第一次 中国人用中国的 鼓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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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 来第一次在 法莱坞 来录制 录制出来以后 这个音乐 就一共是二十个 节目 二十个音乐曲目 但是是作为地球人 保护母亲 绿色音乐 在世界上 纽约最大的音乐平台 因为我们这个被 闪入美国北年最佳 音乐词曲家 艺术家协会 我也是这个里边的 会员 Ulayson 然后他送到纽约 纽约呢 有五万三千六百多个音乐家 咱们音乐拍 排行五月到八月 都是第一 从现在还在前世面 哇 就是说咱东方的小调 东方的曲目 不是落后 而是因为你得着准它 适合人的心脏的律动 和脑波八到十三克 赫兹的律动 和你的胃四克兹的律动 就解决人的生命健康 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板子上所说的 说的 激发这个肾上线 会补充这个精气神和生命力 老师可不可以讲讲 跟我讲解一下五音聊集 这五个概念是什么意思 这个先从这个说起啊 音乐是无形的 但是它从量的力学 它是声光电波磁热 这里边声和波都跟咱有关系 就是波嘛 嗯 波你弹钢琴也是声波 你发出的声音那么美妙也是声波 哈哈哈 原来我的声音是可以治疗的 哈哈哈 所以说 它可以这样好的音乐啊 激活人的肾上线和脑腿体 分泌一种非常高级的物质 嗯 这种物质是吃虫草 煲汤 嗯 肉汤 哈哈哈 因为这种物质来是 它是恩多芬 嗯 内肺带 一旦前 使你肾上线跟脑波 很快产生这种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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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师我其实有一个疑问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 某人会听怎么样的音乐 被自己的心境带动 其实应该是说 他的心情会这样子 是因为他听到某种音乐 那是西方的一种说法 那东方的计划 那他站在一个哲学 人体的身体有两个体育 两个身体 一个实体 受地球外一个引力 还有一个虚体 软体 就你的电脑很好 苹果电脑 你的硬体再好 没有软体 这个电脑是废品 那人体活着是靠软体 不是靠实体 你不像我说你beautiful wonderful 我说他软得nice 穿衣服很好 他心里非常熟 如果有一个女士走着来 你不要说 那他就新养 心脏 血压就上来 所以这跟我们说话的 那个意念差不多一样 它完全是 你知道是一种能量 就我告诉你 我以为你瘦得好帅哦 就好 对 好的 瘦得好 什么憔悴 对 那就不好 好的音乐呢 是聊急的 不好的音乐呢 对人不好 因为世界上也有杀人的音乐 对 垂涂音乐呢 应该被国家 欧洲给平静了嘛 对 那当时咱们东方也有一些音乐家 他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欢乐 但是他唱的歌也很好 但是寿命都不唱 刚才你谈到那个 啊 那爵士音乐呢 都是在27岁是吧 对 再一个咱东方也有啊 邓丽君 张国荣 梅延芳 他都不到几百岁就错了 那他唱这个歌里边呢 有一些带有忧伤 忧伤 压抑和忧郁和烦闷 嗯 这个痛苦 这个自己啊 听到这歌痛苦 你爱我啦 我爱你 你不爱我 我 我 我还爱你 你再不爱我 我恨死你 你不是负面的 我恨死你了 对对对对 然后你再不爱我 就给张国荣了 我跳楼死给你 我用死来证明我对你的爱 所以这样呢 就是产生一个上来 就是他唱的歌曲 也带动一部分 失恋啊 爱情有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对 就引起心灵伸出了这种忧伤 因为老师这么一说 就完全有国际了 就比如说 听一些什么基督徒听的那些翻唱的 福音歌曲 福音啊 佛教徒听的佛经啊 都是同样的一个原因 对 那要选择啊 用临床试验的音乐医疗 那它是正能量的 嗯 这个有暗物质 有正物质嘛 从量子力学说的 现在大家都在科技 然后就是上帝粒子理论一出来以后 揭开了很多秘密 这种秘密都是一个字 波 上帝造人 天造人 就是一个波 宇宙爆炸 蹦 没什么 哇 声和音 冲击波 嗯 形成地球 地球是阶律 嗯哼 天是旋律 这是哈佛望远镜能看到 嗯 人是DNA 嗯 是频率 如果你的频率不对 出问题就有病 哪个丧腹频率不对 哪个丧腹就出现问题 所以说咱人类啊 走到巨大的弯路在健康上 在医学上 一直走到一个四代的弯路 所以为什么新鲜人摸不着头脑 整天都有病 到底是什么问题 我要重新跟我金正恩考虑一下新专辑的走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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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今天真的是很厉害 吴教授跟我们稍微点醒一点 今天请 吴教授一下 对对对对 这个国宝 熊猫请回家 没错 我们先休息一下对 我们将会请 吴教授现场有名演奏一点好不好 是我们可以请 吴教授现场示范不要走开 先休息一下 我们稍微点